为了确保抑制圆净水器的效能 你将需要定期更换净水器滤芯霞 要知道何时需要更换滤芯很简单 抑制圆配有一化监测系统与人形化显示面板 一旦需要更换滤芯 系统就会发出连续BB声 面板上杯状符号会转为红色 显示滤芯霞寿命的条状图会退进 且滤芯霞图标开始闪烁 代表你的滤芯霞已过滤了5000公升的水 我离你上次更换滤芯霞迄今已有一年 更换滤芯霞既轻松又快速 只需用一条毛巾和一支笔便可自己更换 首先拔下净水器插头 接着关闭水龙头 将净水器置于毛巾上 将分流器转至净水模式 排出残水 若使用为额芯水龙头 关闭水槽下方接至净水器的冷水龙头 开启额芯水龙头排出残水 并保持水龙头开启 向上拔起顶盖 然后卸下电子模组 为确保重组净水器时适配物物 利用笔再接点处划线 利用水管拔除器拆下水管 将水管拔除器上的标志朝外 平贴顶着滤芯盖 将水管拔除器均匀顶住连接环 用另一只手将水管拔除 滤芯盖上悬下滤芯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